大家好,我是Stan 有家庆古成员 将以三人组合再次出道 10月6号 BPM娱乐在官方Twitter上传了欢迎 加入BMP的贴文 接着成员三人也各自发文表示 三个人加入了BPM 之后会以三人组合展开新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真的太期待了,真的 不是粉丝的我都太期待了 这三个人的组合真不是开玩笑 哇,非常喜欢小女友的舞台 所以在解散的时候感到非常空虚 虽然不知道三人组合会怎么样 但是很高兴 我会应援三个人的再次出道 粉丝们应该也会很高兴吧 一直好奇三个人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消息 原来是在这样准备呀 真的太好了 这是所有加入的所属公司吧 希望能成功 不过另外三个人为什么没有加入呢 但是还是很高兴 虽然稍微有点遗憾 但是我们会支持他们的决定的 对于UNA 新比OMG三人组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10月5号最新一集的Street Woman Fighters 钱人所属的文体队最终淘汰了 在发表结果后 拼声博娃称赞钱人 同样身为歌手 真的被钱人的气魄给感动了 这期间应该承受了很大的负担 但是透过这个节目 钱人对舞蹈的渴望 一定都能传达给观众们的 听完博娃的话之后 钱人也回应 一开始看到舞者们介绍影片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一位舞者都不认识 透过这个节目 我认识了很多舞者 能与他们一起跳舞 对我来说是一个荣幸 希望舞者们能收到更多的关爱 我也会在我的位置继续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在钱人的立场会觉得舞者们很厉害 但是站在舞者们的立场 应该也会觉得钱人很厉害吧 这不是实力什么的问题 钱人的勇气就值得敬佩了 在这里那里被骂的太多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很心疼 今天看到钱人的舞台有了很多自信 实力也进步了非常多 希望以后也能非常自信的跳舞 其实钱人拒绝过一次出演这个节目 所以希望不要再骂了 K-POP老粉们都应该知道 拒绝MN邀请的话会遭到什么样的事情吧 一切很加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Pod的大纪录 最近以兴趣CBG回归的S-Pod 在歌曲易公开 马上就在行我各大音乐网站登上了一位 其中在美龙的排行 更是创下了美龙改版后 24小时排行女团首次的一位 TOP-BY排行女团首次一位的大纪录 而不只是在韩国内 在全球17个地区的iGINZ排行也登上了一位 专辑预售量突破40万等 以新人创下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真的太棒了 以后一直走滑路吧 S-Pod太火了 真的能感受到 K-K-JANGS-Pod全都给吞掉吧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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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GAME GAME NOW GAME WAND 互动 你要太多久 把腹拿起来 把腹放在一起 把腹脹到身族 把腹放在一起 很久等了 不是 太久了 再走 陷阱